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在这里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关于葡萄达最近的一个 快要好像是天崩地裂 天旋地转的政治事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的 可能只有像我这种 没有事情干,专门喜欢关心政治的人 才会看到这个情况 就是呢,就是葡萄达有一个政党叫做 就是在很多的新闻里面 如果你观看新闻,看些报纸 尤其是SIC,还有那个RTP 就是国家电视台 SIC是号称的是社会党的电视台 然后RTP是国家控制的 所以都是比较社会党控制的 就是PS,就是现在的执政党控制的 所以说在他们这种形容里面 就是所谓的主流媒体的形容里面 这个政党就像是一个 纳粹法西斯的感觉 但是呢,我以前也没有多想这个问题 就是只是看了一下他们党的政见 是一个比较偏右的党 我之前没有觉得他有多么的这个 右,但是呢,反正就是 有点像是美国的那个 共和党 但是我感觉他有些地方还没有共和党那么右 但是在葡萄牙就已经算是说 它是极右主义的 所以说,怎么样说这个政治地震呢 如果大家要看新闻的话 你看,这刚刚开始解禁的时候 19号就在那个 宪法法院门口 然后还有总统的那个官邸门口 有一个将近一万人的游行 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你想,在这么厉害的这个pandemic 现在新冠疫情还这么严重的时候 为什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因为前总统候选人 这一期节目 如果大家想要看的话 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就是所有葡萄牙的政党 就是现在他国会里面有了所有的政党的一个分析 还有这些党派是左还是右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卸盖这个党是2019年成立的 2019年成立至今仅仅两年的时间 他们就从一个9000人 因为你要一个党派可以注册的话 需要至少9000人 那么他们就从一个9000人的政党 变成了一个50万人的政党 就正他的受欢迎的程度 然后你要是在YouTube上面看的话 很多很多的YouTuber 包括很多年轻人都是支持这个党的 我想说,难道大家都极右化了吗? 所以说我要深入的了解一下这个政党 然后今天仔细的看了一些Andreventura 就是这个党的党主席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其实还OK 我相信他们被这个党被打成右派一定是有原因的 但是呢可能我还调查没有做那么多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新的党 然后事情所说的所做的事情也不多 而且在国会里面只有一个席位 所以了解真的不是很多 但是呢他造的波澜却非常大 他这一万人游行就是抗议 接受他们的所谓的非法化 让他们取消他们政党资格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很奇怪 真的很奇怪 你说他们很幼吧 那绝对有比他们更幼的 普代有一个答案叫做什么 PNR 还是PL什么样的 以前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就是两三年前还是一两年前 在那个 在共和大道和大学城的交口处 那个 所有的广告都是 基本上都是政治广告 他们在中间买了一块大大的牌子 上面写着 然后上面画的就是什么 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 画了一个白羊 后脚踹起来 然后把一只黑羊踹出去 如果这样的政治不正确的政党 都没有被取消政党资格的话 那么Andre Ventura这个 应该不会吧 那也太夸张了 因为怎么样 我听谢格讲的时候 我觉得他有点超 川普的playbook 川普的操作手册 比如说他说移民 说到移民的问题 他一定就是说非法移民 然后呢还会讲到很多的 关于Sigana的问题 Sigana是一个 他这边说的很多 比如说Sigana有一种问题 就是说他们 这是Andre Ventura讲到的 我也不知道 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这是Andre Ventura 在议会里面说的 他说Sigana有那种习俗 就是女孩子12岁就可以出嫁 12岁就可以嫁给14岁的人 然后就可以生孩子 然后你要是以你现在的这个 社会标准去衡量它 他们就会说 他们的culture 你就不可以这样做 我首先如果这是见真事的话 那我绝对是反对的 什么玩意的culture 都要一视同仁 宪法为大 对吧 比如说你古兰经也好 和圣经也好 你包括佛教的书籍也好 哪怕是孔子和老子的经典书也好 你在任何一个国家 和他的宪法相违背的时候 那到底是哪个大 对不对 反正就是至少在一个 所谓的宪法大的国家 宪制的国家 那肯定是宪法大于一切的 那么这种区别化的对待 是对的还是不对的 其实很多西方国家现在 在葡萄牙也好 很多的西方国家 都遇到这个问题 应不应该区别对待 我觉得这种区别对待 是没道理 那就是你对一部分人的这种宽恕 也好 还是说纵容也好 那其实就是对另一部分人的压迫 我今天呢 翻了一些Andreventura的一些说法 我觉得他说了一件事情 是给我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他说葡萄牙没有真正的右派政党 就算是所谓的PSD中间偏右的 但实际上也还是在中间还偏点左 不是真正的实际上的右派政党 所以我想想看哈 确实PSD这些年以来越来越 就是为了讨好大众 为了讨要选票 所以真的还是经常讲一些比较左的东西 所以说我觉得说 接下来会关注多一点的Sherger 这个党 看看他到底是不是极右的 Andreventura有一个说法 给他自己造成最大的困扰的一件事情就是 他说葡萄牙没有Hashish 他说葡萄牙人不是Hashish的 这句话怎么讲呢 我觉得Everybody isHashish的 每一个人都是种族歧视者 你就说每一个人 比如说你对人种也好 或者对另外一个族群也好 就没有成见没有偏见 我们不要说到种族歧视这么严重吧 其实一种固化的思维 一种成见一种偏见 是很自然的 每一个人心里都有 只是说你有没有Systematic 就是从政治系统上面的种族歧视 这一点是真的有带上去 我感觉葡萄牙并没有Systematic 但是在操作中 你说人是不是有种族偏见 有种族成见 那这是一定有的 Everybody is racist 就是程度而已 因为这个东西很正常 人的知识和人的认知是有限的 永远都会对自己比较陌生的事情 或者对自己比较恐惧的事情 存在着偏见和成见 这是无可避免的 这是人就是生来如此 你对一件陌生的事情 你第一个反应就是恐惧害怕 恐惧害怕 你就成见会远离他 或者是排斥他 这是人的天生的反应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 给他造成最大的麻烦的时候 他就说葡萄牙 每人不是种族歧视 葡萄牙没有种族 但是呢 这个话是本来就是错的 人人都会有种族歧视这种嫌疑 只是说程度的高低 但是要讨论 在政治上面要讨论的 并不是说人有每一个个体 而是说你在制定法律和政策的时候 有没有系统性的种族歧视 这才是最重要的 目前来讲 据我知道的法律里面 并没有这种系统性的东西 那你至于说个体的话 那没办法 人人都是这样的 无可避免 然后就说的他们 我觉得我看了一下他们的manifesto manifesto 就相当应该中文 你看什么 党的宣言 我看了一下Sherger的manifesto 我觉得他基本上还可以吧 没那么 诱也没有那么 就是说 好像可能不会写在manifesto里面 或者是至少他有一个好的表象 我会继续的跟踪这个政党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而且呢 如果说他一旦是被宣布非法化了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葡萄牙的政治圈 肯定会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他们做街坊 他们自己有一个 现在有一个自己的电视台 他们做街坊的时候 当然我相信他们也只是 访了那些支持他们的人 人人基本上都是觉得 他们访到的人 都觉得把一个政党 已经合法化的政党 再把它弄成非法化的话 这是对民主的一种攻击 而且Andre Ventura 讲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他就说叫做后共产时代 来 后共产时代 就是说葡萄牙以前是 从法西斯军政府 这样过渡过来的 但是实际上 法西斯军政府和 共产党执政的 我们说的是俄罗斯的 共产党 以前的苏联那种 共产党执政的党派 有很多的类似的地方 所以说 我觉得这才是蛮有意思 我要去研究一下 什么叫做后共产时代 我会继续跟踪这个政党 如果希望看更多的话 就关注我哟 bye adio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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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